不少投資者都會質疑很多基金經理只能夠懂得說,不懂得做 要講投資表現的時間就無法教訓 不過大家有沒有留意到,大部份的基金經理都是依賴收取固定的管理費 也就是說,無論賺錢或是虧錢,收取的費用都是一樣 因此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反而壯大基金的規模,投資的表現反而其次 但是也有不少基金經理依賴一個表現費作為獎勵的機制 也就是說,他們要幫助客人在投資上高爭取回報,才可以分享成果 因此他們的表現通常都比較好 所以當大家選擇投資基金時,要多了解他們的收費模式 從而選擇一個更加適合自己的基金 有一個明星期大陸,要多了解更多了解 這是他的標準,用來打開